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回来收看贝劳克恩的下半集分享 那么我们废话就不多说了,赶紧带上泡面,开始吧 第七代的贝劳克恩登场于奥特曼传奇当中 这位出现在该部剧场版的删减片段当中 就在赛加奥特曼出现之后 对面这个正在控制海帕绝顿与之战斗的百特星人 便是释放出了自己手下的五头怪兽兵器 而这一代的贝劳克恩正是其中之一 所以严格来说,他跟第三代的贝劳克恩一样都是属于后备选手罢了 原本这五头怪兽是想要配合海帕绝顿一起围攻赛加的 但是奈何这五个老家伙也是赶过来打酱油了 因此刚好就是分成了五对五的阵型 而贝劳克恩也就在时隔了四十多年之后 再一次的遇到了自己的老对手艾斯奥特曼 而这一次,贝劳克恩完完全全就是被艾斯给碾压了过去啊 毕竟艾斯都已经是打了三次贝劳克恩了 要是再没有摸清楚这位的套路的话 那岂不是他也没面子了吗 很快,第七代的贝劳克恩就被梅塔利姆光线给消灭掉啦 第八代的贝劳克恩登场于大怪兽Rush的第十二集当中 如你们所见,这一代的贝劳克恩是出自于动漫作品当中 并且是以超巨大化的姿态出现的 至于这个超巨大化是有多大 呃,我忘了 作为这一季最后登场的boss 第八代的贝劳克恩还是给猎人世界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在主角三人到达之前就已经是有不少的团队折疾此处了 也正是在主角团到达这里的时候 刚一登场的贝劳克恩就是朝他们发射了导弹 不过有些疑惑的是 这位的外号明明是叫做行走的弹药库啊 为什么就只发射了一枚导弹呢 也正是因为这抠门的行为 顿时就是激活了来不及闪躲的马格马星人马格纳的外挂 只见这位直接就是徒手接导弹啊 并且还直接给人家贝劳克恩还回去了 在巴尔坦星人的猜测当中 他认为一定是马格纳的族人在他的铠甲当中增加了什么不为人知的技术 因此这才是能让他发挥出超人一般的实力 但这玩意儿对于马格纳来说却是未知的 他根本就不知道如何重复刚才的操作 为此他的队友们为了给他创造机会 便是直接就活出去了 各种大招都是往贝劳克恩的身上招呼着 也正是在这一过程当中 马格纳是成功的激活了自己的马格马之魂 再一次的扛着贝劳克恩的导弹将他丢了回去 并且这一次是趁着贝劳克恩反击之前丢进了他的嘴巴里 所以这一下子就是把整个贝劳克恩给点爆了呀 要不是马格纳的两个队友带着他及时撤离的话 估计脱力的他也就只能跟这颗星球一起拜拜了 是的你没有听错 当这一代的贝劳克恩爆炸时 整颗星球都没了呀 试想一下他的身体里面到底是藏了多少的武器 不过也正是被这一炸 直接就是把星球当中的萨乌鲁斯给放了出来呀 第九代的贝劳克恩登场于银河奥特曼S的第十集当中 这一代的贝劳克恩一登场就是一个火花人偶的姿态 并且是跟多拉格里放在一起的 当嘎斯星人再再再一次的被击败了之后 这位便是带走了他们 并且利用自己的分身能力一次性的激活了两头超兽 而这也是贝劳克恩跟多拉格里的第二次联手了 个人感觉这一代的贝劳克恩可能是战绩最好的一位了 毕竟在嘎斯星人博尔斯特的控制下 这个家伙差一点就干掉了两个也要一滴奥特曼了 无论是比格业还是银河斯特利姆形态 在以一敌二的情况下都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 只不过当谢帕顿出现替比格业挡住了必杀一击之后 博尔斯特刚才所做的一切就是崩溃一溃了 由于谢帕顿在先前的战斗当中已经是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因此自知时日无多的他在保护了比格业的时候是完全不计代价的 而在看到谢帕顿这只手不攻的模样 嘎斯星人也是怒了 当即又是分裂了一个贝劳克恩出来 当两只贝劳克恩一起释放出全身攻击的时候 谢帕顿也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彻底的被这漫天的导弹给打散了呀 不过他也并不是白白牺牲 在被消灭了之后 谢帕顿就变成了比格业的新武器 谢帕顿圣剑 在愤怒的加持下 比格业奥特曼便挥舞着圣剑朝着贝劳克恩冲了过去 直接就是在这两头超兽的身上刻下了一个巨大的七彩V字 从而又一次的击败了嘎斯星人 第十代的贝劳克恩登场于奥特格斗维克特利当中 这一代的贝劳克恩又是重新回归到了鸭伯人的手下 鸭伯人便是放出了贝劳克恩与之战斗 不过他自己也清楚啊 一头超兽怎么可能会是两个奥特曼的对手呢 因此这一代的贝劳克恩还有两个队友 分别是老伙计多拉格里以及巴克希姆 在三对二的战斗当中 雷欧兄弟是一直不能抢到优势 因此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鸭伯人将维克特利水晶丢进了次元当中 而在骤达吸收水晶能量复活的这个过程当中 LED奥特曼以及艾克斯奥特曼也是赶过来支援了 因此艾斯奥特曼是又一次地对上了贝劳克恩 这种事情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又有什么悬念呢 毕竟艾斯都已经是干掉过三头贝劳克恩的人了 所以在一边战斗的过程当中 艾斯还有心思分心出来现场教学LED奥特曼如何战斗 直到银河奥特曼跟比格业合体成为了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 并且轻松干掉了鸭伯人之后 艾斯这才是送这头超兽去见了自己的主人 不过艾斯在这里也算是有新意了 此时的他并没有使用经典的梅塔利姆光线 而是用了分S必用的垂直断头刀 第十一代的贝劳克恩登场于欧布奥特曼原生之初的第五集当中 虽然不知道这一代的贝劳克恩是从哪里来的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 这一代的贝劳克恩是被巴利西部给注入了傀儡独处 因此这才是让他离开了鸭伯人的身边 与此同时这一代的贝劳克恩是又一次地跟巴克西姆组队了 在初登场时便是在太空当中遇到了高斯 不过一开始高斯并没有与之战斗 而是想要净化掉两头怪兽体内的毒素 不过很可惜的是 他驱散的速度还没有人家巴利西部注入的快 因此他也就只能放弃这个念头 暂时地先撤回到星球上去了 而随后贝劳克恩便是紧随而至 对这个星球展开了破坏 不过由于到处都是荒山野岭的缘故 因此我倒是觉得他们是来开荒的吧 当女王变身战神并且升起了屏障之后 贝劳克恩在战斗的过程当中还对他进行了偷袭 随后更是与欧布、戴拿、高斯全都战斗过 而这也算是刷新了历代贝劳克恩的战斗记录了吧 但是可惜的是 他并没能够在这些个奥特曼的身上取得什么优势 而这几个奥特曼也没有能对他怎么样 因此就这么僵持了三级之后 伴随着某人砍断了一棵树之后 财气博士便是气呼呼地召回了所有的怪兽 也就是在这之后 或许是被欧布的欧利吉姆光伦打得重伤不治了吧 这一代的贝劳克恩也就彻底消失了 既没有被消灭 也没有继续参与后续的剧情当中 算是失联了吧 第十二代的贝劳克恩登场于激动奥特曼的第九集当中 这里登场的贝劳克恩可能是历代当中 战力最糟糕而且实力最弱的一代了 并且这位的运气似乎也不咋地啊 第一次登场时就遇到了北斗星斯 并且一个照面之下 就被北斗星斯的锤子之短头刀给一分为二了 不过这位的数量貌似也不少 在随后的一集当中又有一头贝劳克恩是出现了 但是这位比他的前辈更惨 登场的时候就已经是失去了自己的脑袋了 我想这里的艾斯才是最配得上那个称号的男人吧 好的至此我所知晓的所有贝劳克恩就彻底聊完了 至于那贝劳克恩娘的话我就自己留着好了 感兴趣的小伙伴就自己去找来看看吧 下期的怪兽大百科我们来聊聊这位 喜欢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咯 我是Boss头的小卡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